关于试图操作的部分 老师再补充做一下说明 我们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 你可以在试图上按滑鼠右键 然后切换不同的观点 对不对 例如说我要切换到上试图 就是可以在这边选择top view OK 我在这个地方把目前的试图 切换成上试图 好 那你也可以用快速键 像我们刚刚介绍用快速键来操作 好 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试图以外 还有一些试图 例如说你要建立摄影机 如果说你要建立摄影机 有几种方法 因为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最后做输出的时候 通常都不会使用透视图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摄影机要移动 或是拉近拉远 这个是透视图没有办法做出的效果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画面 你现在把这个画面已经调到不错的视角了 那你想要建立一个摄影机的话 怎么建立呢 一般我们建立摄影机 我在后面才会跟各位介绍如何建立摄影机 是在这个地方 Camera 你可以建立一个摄影机 不过有一个很快建立摄影机的方法 我们先调整到适当位置以后 按键盘的Ctrl加C 各位注意这个地方 现在是Perspective透视图 然后也请你注意看一下其他的视图 现在画面上没有任何的摄影机 我在这边按Ctrl加C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已经变成Camera01了 表示什么 它是一个摄影机视图 好这时候呢我们也看一下其他的视图 这是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地方点选Zoom Extend O 看到吗 这是我们刚才按了Ctrl加C 所建立的摄影机 那我们在这边呢 如果去移动这个摄影机的话 你看我用移动的 当你移动摄影机的时候呢 你所看到的画面也会不一样 摄影机其实它有一个摄影机的主体 还有它的目标点 这个是摄影机的目标点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定说 我摄影机要看到哪一个位置 这个是摄影机的目标点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我在移动这个目标点的时候 摄影机所看到的画面也会改变 对不对 你可以在这边决定嘛 我这个摄影机的目标点要 要拍摄到什么地方 上市图移动 我这个摄影机要拍到 这一群好像是建筑物的中间的位置 你看我可以这样移动 摄影机移动的时候呢 我可以拉近或是移到不同的角度 接着再请各位看一下这四个 前面这四个工具 现在我如果是切换到camera1 我切换到camera1的时候呢 这边有四个工具会不一样 这个是dolly dolly是什么 拉近拉远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地方的变化 这个摄影机 有没有 我在这边选这个摄影机 你看哦 我在这个视图上 如果选择用dolly的话呢 可以让它拉近或是拉远 但是它是在同一个轨道上 这是dolly 好 另外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roll camera 这个roll camera呢 就是让这个摄影机的产生旋转 有点类似在飞机上 然后转弯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旋转的效果 好 我再还原回来 这个可以用还原指令回到上一步 然后这个呢 perspective是可以让这个摄影机产生透视变形的效果 看一下 你看摄影机拉近 可是呢 它看到的画面范围不变的情况下呢 它就是类似用广角镜 那广角镜的时候就会产生透视变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消点的 好 它不是平行的 这边线不是平行的 对不对 它有一个消点 好 那如果说你现在呢 想要把这个摄影机拉远 变成一个望远镜头的话 它就比较不会有透视变形的效果 其实如果说各位有玩过摄影的话 你会发现当你要拍一个什么商品包装 你希望它看起来都是平行的时候呢 你要从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来拍 因为望远镜比较不会产生透视变形 那相反的 如果说你很靠近拍的时候 你可能要用广角镜 那它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透视变形效果 好 好 这个是摄影机视图的透视 最后这个 Obit Camera 如果你希望目标点不动 然后各位你注意这个上面这个视图 注意上视图 你希望目标点不动 然后摄影机环绕这个场景移动的话 你可以用这一个Obit Camera 你看 对不对 目标点不动 摄影机旋转 好 看一下 了解吗 这个是摄影机视图的一些操作工具 好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把摄影机视图加大一点 如果说我现在编辑的操作主要是在摄影机的话 我可以把摄影机的视图加大 或者是拖曳水平垂直分隔线加大 那如果说你要还原回来的话呢 就是在上面按滑鼠右键 然后再选择Reset Layout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还有如果说你要调整它的大小的话 另外一种方法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按加 请注意2009之前的3DSMath 它不是出现一个加 它没有这个加 如果是在2009之前3DMath的话 请你就在视图名称上按右键 然后选择Config 一样的 我们在这边选择Config 这个Config可以对视图做主态的调整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ViewCube 这边显示或是隐藏 不过现在呢 我们要讲的是Layout 你可以注意到预设就是四个视图 分别是上视图 前视图 左视图 跟透视图嘛 对不对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刚才切换到Camera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Camera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改 可以改成Perspective 但实际上呢 你也可以在这边选择其他的视图配置 例如说你可能会希望出现三个小视图 再加一个大视图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 好 然后我们按一下OK看一下 这个小视图呢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Top上视图 Front左视图 Left Front前视图跟Left左视图 然后大的视图呢 就是Perspective 透视图 好 三个小的再加一个大的 那有时候像我们在做一些 人物 角色 人物的话通常是站立的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希望它只要切成左右两个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边再选 Config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左右两个视图 你可以设定说 我一个要看Front前视图 另外一个要看Perspective透视图 你可以在这边切换 好变成左右两个 当然你可以在这边用滑鼠拖椅来决定它的所占的比例 所以这个就是视图的操作 好 我们再把它还原回来 再点这个加号 按右键 Config 如果你要再把它还原回来变成四个视图的话 再选择这个就好了 不过有时候你可能要重新再调整一下 像这个我们就把它改回Top上视图 这个Front 这个左视图 右下角的切换成Perspective或是Camera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建立摄影机的话是不能切换到摄影机视图的 可以看一下 来我把这个摄影机删掉 先不要删 先不要删 如果你要切换到摄影机视图的话 现在假设我在左下角这一个视图 我要切换到摄影机的话 我可以按C 快速键是C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摄影机的话 他会询问你要切换到哪一个摄影机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切换成Smooth加Highlight的话 你可以按快速键F3 H-Face F4 但是如果说这个摄影机删掉的话 摄影机删掉的话 它会变成透视图 而且如果说你在按C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讯息 No Cameras 没有摄影机 OK 那就变成一般的透视图了 我们就可以用滑鼠拖曳 像透视图一样转动 不过那个转动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在Top视图跟Front视图 或者是左视图 如果按Alt再旋转会变怎么样呢 你看 它是可以旋转 但是你会发现转起来很奇怪 感觉上没有透视 是的 当你旋转之后 这种视图 这种视图叫做Orthographic 叫正交视图 你会发现这边的线条都是平行的 对不对 都是平行的 所以你看起来会觉得很奇怪 你觉得后面看起来很大 其实是因为没有透视的关系 Orthographic是没有透视感的 所以有些人他们在做一些像是模型或是建筑外观的时候 会使用这种Orthographic的这种视图来看 这个可以切换 我们按V 我们再切回来 切换到这一个Perspective 这个是透视图 如果说你旋转的时候 可能就是切换到Orthographic 它的快速线是U 因为我们把它称为User视图 早期版本的3D面是把它称为User视图 其实就是正交的 好 OK 我再把它改回来 切换到前视图 那稍后请各位同学 你先练习一下 这边是我们后面帮各位补充的 试图操作工具 我这边再帮各位补充一下 因为可能有人在操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 当你使用移动工具的时候 有可能那个箭头会消失掉 造成说我用移动工具 却没有办法去移动这个物件 或是说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去移动 让它在X轴或是Y轴上移动 那你可以按快速键X 让它出现 好 OK 如果没有看到箭头的话 按一下X它就出现了 那另外呢 当我们在选取物件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 奇怪没有办法去选到其他的物件 为什么 因为可能不小心按到空白键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功能叫做 Selection Lock Toggle 选取锁定 那它的快速键是空白 那因为空白其实在键盘上 蛮容易不小心误触到的 所以呢 当你按到空白键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锁的图示被按下了 你就没有办法选到其他的物件 要解决这个方法很简单 再按一下空白键就好 你就可以选到其他的物件 当然 在这个地方点选也是可以的 好 按一下 解除选取锁定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我们在课堂上 经常会有同学询问老师的问题 好 以上为各位介绍的部分 请各位同学 订习到这个地方 再见